好來喔 我們煮完這個乙鳳鞋之後 到底體來的控體有多多呢 台台感染科的醫師李兵營 在那邊設好調到民眾 參加控體濃度的臨場試驗 只要末二十歲 符合到煮疫苗的損失跟條件吃 就有機會來參加 這次這個計劃是要討論 兩種不一樣白煮的乙鳳鞋 打完之後不可以揉 為老大人到青少年 在台灣無論是老人還是小孩 南路、農油 現在都在煮乙鳳鞋 用不煮乙鳳鞋之後 拿來申請多少空替 隨時才在三月 一關數就沿對 這個煮乙鳳鞋後空替做臨場的試驗 台台日東便宜 收集庫醫師李兵營 在民眾參加 只要是末二十歲以上 符合煮乙鳳鞋的順勢 跟條件有機會參加 這次跟這個研究結果 以南在主委煮 除了高端跟高端 要高端套BNT AZ套莫德納 跟AZ套BNT 觀察中央的空替 各周差不多有兩百人 正好要減七百歲 最久最終十八個月 六十五歲以上 還有比較中老年年 還有比較年輕年 我們會分成三組 若遠於說未來我們的疫苗功課 可能會不停的變化 有的時候我們就是會進口這種疫苗 或者是通常在國外 必須要打哪種疫苗 我們在科學上 必須去做一個數據分析說 這些分打疫苗 它的有效性安全性是怎麼樣子 嚴肚說就是土南 對著很多台商來說 第一次 走到已經煮過中國研究的疫苗了 這位重心說 回來台灣之後 同樣可以從議員平台去登記 是說這第二次 到底要煮多少個白煮 現在什麼出問題了 某種國外的疫苗 它到國內來以後 你打什麼疫苗 效果最好 我們沒有任何的研究數據 我們也沒有說 他打第一劑疫苗 那個時候的資料 而且他們第一劑疫苗 跟第二劑疫苗的那個時間 鑑隔大概大家都不一樣 混打的話 目前建議就是打R內疫苗 是最保險的 因為英國的數據顯示 不管你前面打什麼疫苗 第二劑或第三劑 跟著R內疫苗 這個效果都是不錯的 因為沒有相關的研究 可以讓你驚 但是醫師建議說 如果真的要去後美國 為建議重心煮兩隻負荷 美國人情疫苗 這樣比較危險